最近呢 岁末年终要到了 很多企业开始办尾牙 而今年呢 台语的电音天后 谢金燕真的是企业尾牙的最爱 最近连上两期财经周刊的谢金燕 今年总共接下了30场尾牙秀 估计吸金1350万元 多下了今年尾牙秀捞金冠军 露出首场美腿电音天后 谢金燕跨年晚会竞歌热舞 拿下收拾冠军 热度延续到尾牙场 谢金燕接在林凡汉新碎地后头 十段排在尾牙中场 30分钟的表演 势必掀起晚会最高潮 最期待哪一个 谢金燕啊 为什么 因为就没有看过 就听说他现场就是很正 然后很好看 还蛮期待的 怎么说 跨年的时候蛮那个的 半个月前得知消息 美商直销公司员工全都超期待 谢金燕今年第一场尾牙 在上个月14号献给外商银行 奥胜员工全都嗨到最高点 而纽约人寿何硕和台湾大哥大 接在后头 保守估计今年度的尾牙秀 谢金燕就接下30场 估计进账1350万元 夺下尾牙秀 捞金冠军歌手 电影歌后行程保密到家 但今年谢金燕红不让 亲眼就爱他 也难怪才一开春 谢金燕荷包已经赚满满 谢谢大家 我网站阿林 海北报道